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能够对以后您选择茉莉花茶有一定的帮助 开箱给大家先看一下 抓一点帅 全部都是一颗一颗的单牙 它的外形不只是看干茶漂亮 泡出来也特别的美 它旁边的这边一款 两款我要拿来对比一下 这个茶型是卷须的 但是它也是全单牙的 这两款茶各有它的一个特点在 每一个都还是白好密布的 冲泡比较看看 花茶一般先放茶后放水 水温高冲出来的香气才会比较高养 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两款茶的一个变化 如果是一个外贸协会的话 这款茶真的还是挺美的 现在来尝一下这两款茶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 全部都是一颗一颗丽牙的飘雪 很鲜甜 整体来说这款茶的香气的鲜凝度比较高 但是茶味真的可以完全忽略掉 没有什么茶味 但是整个茶汤的饱满度还是可以的 不是说很单薄 它基本上被香气和茶汤的鲜爽度给包裹了 我再喝一下卷型的这款飘雪 这款飘雪的香气其实要更好一点 虽然说它可能外形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它整个茶汤里面的香气跟茶味会融合的更好一点 喝到那种茉莉花的香味会更浓一点 如果综合来分析的话 其实这款丹雅的莫莉银针它的整体的优势会更大一点 味道上会欠缺一点香气 但是整个感官效果 不管是从它干茶的外形来讲 还是它整个在杯子里面的一个杯 它的综合的整体的得分会更高一些 但是如果真的对香气要求高一点的人 小庄还是会更推荐这一款卷型的莫莉花茶 它也是丹雅的 经过揉碾之后卷型的这个茶胚的西香能力会强过直条形的这种茶胚 这个也是一个做花茶的规律 但是我们直行的茶胚确实外形会比卷型的茶胚要好看很多 这个就需要大家综合去选择了 好了两款莫莉花茶的测评今天就到这里了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能够对以后你选择莫莉花茶有一定的帮助 想学习更多茶叶知识记得关注沙小春 拜拜